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老师那这边其实 也可以写成那个 写成Sales 因为它也是一个储存格 对不对 比如说A2 你想说老师那A2我是不是也可以写成这样子 Sales刮糊 然后A2的话2写在前面 画面是A 这样子 这样子可不可以呢 不知道 没关系 试着就知道 有没有 改了之后 这是不是像A2储存格吗 对不对 你知情看看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对不对 可是你想说 老师那你为什么 干脆就写这样就好了 你为什么 其实到底很简单 因为 如果你用这样的表示方法 你必须要先A在2 那用Range比较直接 直接就打个A2 OK OK 那 所以 基本上 除了用在回圈里面 我会用Sales 为什么 因为Sales这边 它可以放数字 这个可不可以放数字 也可以放数字 可是Range 它只能够用什么 只能够用刚刚这样表示方法 它里面呢 只能够用一个什么 一个文字 对 如果说将来你这个地方 要跑回圈的话 必须要 是一个数字 那在回圈里面 用Range 就会有问题 所以当然如果 可以用Range 当然全部都用Range 所以有的时候是 如果说 它不是在回圈里面 是在回圈的外面 那我的习惯会用Range 但是如果在回圈里面 必须要变动它的列 或者未来还有变动它的蓝 那我会用Sales 所以这个两者之间的差别 然后你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全部都用Sales 可以啊 如果你习惯的话 刚刚我不是有写 也OK 可以啊 这样也可以啊 没有问题 只是说 就是写的 怎么讲 我不是觉得 我慢慢 可能就是用个人写作习惯 好 那再来的话 这第一个就是有关Sales 跟Range之间的差别 那当然用来用去 我们不外乎 现在大概就用两个物件嘛 这个是指的是什么 储存格 这个是指的是范围 也是 这个 Essale里面最基本的单位 那未来当然还会有更多的 比如说在VBA里面有工作表 所以它工作表本身的 也可以是一个物件 可不可以控制呢 可以 你要新增 修改 删除 复制 移动 或者变颜色 都没有问题 反正你滑鼠键盘能做的事情 VBA 都能做 藉由什么方式呢 藉由那个物件名称 也许叫 Shits 未来会用到一个 Shits物件 工作表 那里面一样会有属性 一样会有方法 那方法就比如说 新增一个工作表 就是一个方法 它有个Shits点 Add 增加一个工作表 那比如说像常常同学会需要什么 把很多的资料 把一个总表的资料 自动产生 很多个工作表 有没有 那你就是用序子嘛 跑个回圈啦 自动的 全部帮你 把那个 需要的工作表产生 资料放过去 那你如果需要合并起来 那也一样嘛 把它怎样合并在一起之后 再把后面的工作表给删除掉 反正就是大概 只是说 会 就是说用到其他的那个 物件来使用 概念上我想都是接近的 那未来也许 我们后面再来提 如果这个有提到 有用到的话 好这个是第1个 有关刮胡字串的相关的 其他应该 还有这个A跟B 同学问到说 那这个A跟B 可不可以用 C跟D 当然可以 因为这个指的是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主要的用途是 拿来存放 这个找到之后的位置 放在这里面 因为它是一个函数 函数会有回传 所以你必须要一个 变数让它暂时存放 那 所以这个变数 OK 大概是这样 他 能想到 其他就是if Zen 这个中间是一个逻辑判断 End if 这个后面还会再提到 他慢慢把这个结构给习惯了 往后打得越顺 那你的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 OK好 接下来呢 我们最后 再来看就是 把这个 假设不是 不是用一个什么 按钮 而是插入函数 在这边有一个使用者定义 刮胡字串函数 按确定 给个资料 按确定 向下填满 完成 那这个是 VBA的第2种形式 上个礼拜有提到了 只是 就是 上个礼拜的大概只有一行而已 一行程式 但是今天的可能程式稍微多一点点 但是也是差不多的 那有哪些概念 第1个 我们来看怎么做 1 我们一样在这个 模组里面 这个是写好的 我把它删掉 我们重来好了 然后名称我先复制一下 假设我要重新再做这一个 1 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先放上去 叫刮胡字串 加个函数 形态一定是方选 这个 必要的 按确定 第2个就是说 我们会需要在刮胡 后面跟使用者要什么 要资料 所以也许是什么 请你给我什么 干脆参赛者资料也可以 这个栏尾名称 跟他讲说 你给我一个什么 参赛者资料 或者是我云端放 好像就是直接是资料 反正都可以 反正就是跟他要个资料 这个时候呢 他会跳出一个格子 资料 好 给我 他就要 去选取 A2 赵大鹏 那这个时候呢 他当然给我们之后呢 那我们要怎么做程式撰写 其实 比较聪明的做法是直接干脆拿 上面的这个程式来修改 会比较快 差别是没有回圈而已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把上面的这一段程式 直接 跳过FOR跟NAS 就中间这一段 直接把它贴到这边来 做什么 来修改就可以了 其实 改哪些地方 一 把那个缩牌 其实他变了两个缩牌 我要让他倒车 倒车的话 是按SHIFT 加TAB 如果你要 增加缩牌是TAB 减少缩牌是SHIFT加TAB 如果你记不起来的话 上面有个工具列 按右键这边有个编辑 这边有个缩牌 增加缩牌 减少缩牌 这个是在这边按这边是编辑 这个工具列 当然方法很多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当资料传进来的时候 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那特别注意 之前是我们直接去抓 A栏里面的资料 的储存格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资料 把它盖过去 去资料里面找有没有前刮壶 去资料里面找有没有后刮壶 然后呢 如果A 就是找资料里面有找到的话 那就去切割 切割什么东西呢 切割 特别重要 一样 所以 很简单的技巧就是 上面这东西复制贴过来的话 只要是 A栏的资料 全部都改成什么 改成资料 那B栏的话放什么 丢回来本来是丢到这边 但是 函数我前面讲过 一定要怎么样 把最后的结果丢给谁 丢给他自己 他自己再丢回到这个储存格 所以特别注意 第二个规则就是 把 这个输出到B栏的 改成 这个字串 就是这个 方选的名称 他接收到之后呢 就丢回来 诶 程式就写完了 OK 应该知道我在改什么 反正就 观念 主要是观念 懂通之后 后面大概就 比较知道 有记有的东西 可以拿来用 好 做完了 那我们接下来试试看 关乎这段函数 插入一下 有了 确定 资料给我 按确定 向下填满 好 完成 但是 好像有一些地方不太对 什么 这个零 为什么零呢 因为 他如果什么事都没发生 没有丢任何东西 他就预设是零 预设只是零 所以呢 我如果要把零 变成是 没有东西的话 那可能你要多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 就是说 这个地方是 有找到的话 就去切 可是没找到 没找到就是 反之 在if 里面 如果你要有 反之 就是 两重的 回去 两重的判断的话 你只要多一个什么 if 多一个else Enter一下 这个地方是放 如果他这个 为tru的时候 就是 他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跑这边 那如果不成立的话 也就是说 a等于0 表示 没有找到 刮虎的话 就会去执行 反之 反之什么 再把这个东西 本来是 没有 做什么事 就零 那这个时候 反之呢 就丢什么 对 这样就OK了 那你做完之后呢 其实只是多增加这个 那这个也是所谓的 逻辑判断里面的 两重 判断 原来是一重而已啦 就是只有判断 那个 假设有找到的话 那现在多一个 两重判断 那下一次上课 逻辑函数 就会再教 如果有多重 比如说有三种可能 四种 五种 更多种 那怎么做 有更复杂的判断 那下个礼拜 才会再讲到逻辑函数 会提到 好 做完这个部分 所以 再加一个这个 好 试试看 做完之后 怎么来验证 一样 游标放在这边 放在这里 打勾 向下填 打勾就好了 他就 其实打勾 有点像是重整 他就帮你重新整理 那资料 就全部都帮你输入完毕 输入完毕之后呢 那这一题 就完成了 所以 这边的话基本上 写完了 那程式其实也在这里啦 反正就是我刚刚 多增加这个东西 那我是建议 还是 动手 多做 其实基本上就是 大概改的地方 大概就是改这些地方 OK 其他我想各位自己再试试看好了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制定函数部分 制定函数 那也就是VBA 至少会有两种 可能工作上 比较好用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 按下按钮 不外乎就是 插入制定函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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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